上期视频我们研究了磨刀千刃有多少条刀刃 有的同学就不满意了 磨刀千刃都研究了 五六七的剪刀怎么能不安排下呢 直接告诉你答案 剪刀共有63个碎片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 哎呦的同学又要问了 二七剪刀的转术能有多快呢 你们真的很好奇啊 要计算剪刀的转术 首先需要找个参考系 其实唯一的参考系就是旋转的视觉条纹 就是轴子当物体达到一定转术时 由于视觉占流效应 会出现变化多端的视觉条纹 生活中的电扇和侧轮很容易看到类似场景 为了直观地展示这个现象 也为了大家手里那两个圆圆的东西 我画了个二七剪刀的草图 再加上这一点细节 我们让这个图片旋转起来 转快一点 再快点 更快点 还快一点 我发现到速度达到某些指示 就会出现特殊的视觉现象 比如圆的三等分音 四等分音 六等分音 甚至还出现了稳定的阴影图形 甚至有时候几乎就干脆不动了 这些条纹变化是什么原理呢 我很好奇 我查资料时 发现了唐之珍老师的论文解释了这个现象 其中对转特体的实际传数 与视觉中说的关系给出了通用结论 五六七动漫中的点 倒是个非中心追称物体 结论中的MG等于1 当然三叶风扇就是3 五轮幅轮子就是5 轮幅就是轮子上的支撑条 我用电脑模拟了动漫中五六七 减到旋转的结果 由于闪视频 屏幕帧率为60Hz 模拟结果是60圈每秒时条纹不动 90圈每秒稳定到摆动 120圈每秒又不动了 在这些数值之间呈现条纹的正向转动和立向转动 这个模型现象也完美应征了论文中的结论 话说回来怎么确定动漫中 R7减到旋转的具体数值呢 R7第二次遇见捷克传掌时 说太阳在转速提升到5000转以上 是平时的5倍 也就是平时的转速为1000转每秒 第一集第一集减到出场时条纹正转 转一圈用了48帧 567动漫帧率约为24 转一圈级为2秒 视觉转速为0.5转每秒 带入到公式中可的实际转速为108.5转每秒 第二集过到捷克传掌时 我们能看到条纹由立转到镜子 再到正转的变化过程 表示这个过程的转速正在逐步提升 提升完毕后可以标记条纹共转了5圈 平均6.2帧 视觉转速3.87转每秒 实际转速为5012.13转每秒 最后一集的决战 由于R7参悟了潮流发行大权的精髓 实际转速肯定更高 但由于没有其他信息 我们只能根据条文 得出视觉转速2.87转每秒 此时条文历史正正转 实际转速应该为2.87加24成盈 当然以上的所有结论都建立在 假设这部动画是24正实景拍摄的基础上 但这所轴子动画是直接逐阵做图 所以就完全不用这么研究 大家有兴趣可以像我这样做张图片旋转起来 验证一下相关的结论 今天我们算出拉奇剪刀 在各个场景下的实际转速 你们猜对了吗 刺客567是我最喜欢的国漫之一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 都已经研究完了 相信大家的关注都已经点好了 下次计划再弄点新的话题吧 我是追上川夏三 我们下期再见